他后来被救下成为了特等战斗英雄 他所在的二营六连 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硬骨头六连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八十年代 这个连又一次表现英勇 再次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的称号 胡宗南虽然多次派飞机到瓦子街驻载 但已挽救不了刘勘全军覆灭的命运 刘勘在最后一次致电胡宗南败局已成后 用手榴弹自杀生亡 遗川战役是西北野战军 转过外线作战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解放军已伤亡5404人的代价 坚敌29485人 蒋介石电斥胡宗南 遗川丧尸 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 对刘勘等阵亡将领的尸体 西北野战军前司派人妥善装炼 送回了胡宗南部 因为伊纵在遗川战役中的优异表现 彭德怀专门给伊纵司令贺炳延和政委廖汉生 发来嘉奖店 你们为了完成任务 歼灭敌人 不顾严寒大雪 按时迂回敌后 与敌人反复肉搏 此种不怕牺牲 不怕饥饿 不怕寒冷 坚决勇敢的精神 表现了你们为人民事业的高度觉悟 是值得全军学习的 望你们虚心学习 继续奋斗 消灭蒋狐匪 解放大西北 1955年 年仅42岁的贺炳延 被授予上将军衔 是最年轻的上将之一 然而他却在1960年 积劳成疾去世 他是57位开国上将中去世最早的 年纪47岁 伊川战役后 伊纵接着在彭德怀指挥下 收复延安 横扫大西北 1949年21日 西北野战军改番号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伊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军长赫明年 1952年6月 第一军入朝参展 在1958年 最后一批撤回国内 1985年 陆军第一军改变为 陆军第一集团军 隶属南京军区 军部住在浙江省胡州市 在80多年的战斗历程中 第一集团军先后组织和参加各种战役战斗 11300多次 歼敌百万余人 走出了720多位开国元勋和著名将军 漫长的战斗岁月和长期的和平建设 第一集团军锻造和培育出特有的铁心跟党 不畏强敌 不怕艰险 能够擅守 勇猛顽强的部队传统 第一军在外人看来 只是一个自然的排序 但是在其首任军长贺炳炎的眼里 这个番号却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荣誉 他和老战友们闲暇调侃时 曾说过这样不谦虚的话 老子是天下第一军 熟知贺炳炎秉姓的老战友们 却无人说他骄傲自大 因为贺炳炎的骄傲 源自他对这支队伍的自信 他是于绝境中绝死反击的红军铁军 他是敢于与敌人刺刀剑红的硬骨头 他是危急关头 共产党领袖可以信赖的禁卫军 他是新中国 名副其实的第一军